欢迎收看由现代保险杂志计划制作的健康保险大家谈 我是黄秀玲 我们今天关心的是机车组朋友 当然暑假到了 我想很多年轻朋友非常喜欢骑着车 到处去旅游或者去跟朋友出去玩 这个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应该更注意 我们骑机车的安全跟机车后面最大的保障 就是强制汽车证保险 我们强制汽车证保险里面 真的是保护了我们非常多的国人 因为我们平均每10个人里面就有9.4万辆机车 表示这个数量是非常可观的 我们国内的强制汽车证保险当中的机车这部分 开办到现在21年来 一共已经理赔了140万人次 包括死亡、残废、医疗 光是107年就赔了10万件 我们从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国内骑机车的朋友 其实是真的把自己暴露在很多的风险当中 这个时候保险当然是我们最重要的护身符 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两位产险工会的专家 来到我们的现场要来提醒我们机车朋友 你要注意你的安全 还有你的机车强制汽车保险 到底提供你自己跟你的朋友或者路人 什么样的保障 介绍一下我们的来宾 好 第一位是我们参选工会的 汽车险委员的主任委员孙藤姆 主委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李培小组的召集言丁荣光 叮召集言好 主持人好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谢谢两位再次来跟我们一起关心 汽车朋友们的安全 那我刚刚提到说我们国内的汽车责任保险 21年嘛 可是我们在节目当中 几乎每一年都在更新 这个强制汽车险开办的年数 看起来机车是比汽车差了一年 是 对不对 所以汽车是22年 机车是21年 那为什么会机车比汽车慢一年 因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是在民国85年的时候成立法的 那这个立法过程中当然之前也是有一位柯妈妈在因为她自己的小孩的精神的经验 然后因为上升然后造成受害人无法补偿 那在这无法补偿过程中她也发现说强制责任保险的重要 所以在立法的过程中她也费尽了一些心思去要求政府来做立法 那当然在85年立法通过以后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那目前是在87年的时候是汽车开始 也实施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机车是在88年实施 那为什么会晚一年 最主要是我们的机车的量数太多了 我们以目前的统计数据来看的话 汽车目前是将近有800万辆 那机车已经有超过1300多万辆 那这些量数的过程中其实它要作业过程 所以相对性可能要做一些准备 所以相对性它会晚了一年 是 有人说台湾是一个机车王国 当然机车路上非常多的这种照片 也算是国际有名的台湾风景 但是我不晓得在其他国家 有没有把机车的列入强制险 因为很多国家的机车 其实是拿来休闲娱乐运动用的 不是像我们 把它当作是我们的交通工具用 所以其他国家对于机车纳不纳入强制保险的状况怎么样 以我们目前的一个机车的部分 就我们邻国 昨早的邻国来看的话 目前是以我们台湾是保障是最齐全的 也就是真的是把所有的机动车辆纳到 我们的强制机车本分保险里面去看的事情 其他的邻近国家目前有的是还没有 所以全面纳入 那我这边特别补充一下 那其实在台湾 因为政府在催行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时候 他特别有定义了我们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规范 所以刚刚陈如主任委员这边讲的 不只我们去纳入了机车 还有其他的动力机械等等 还有一些比如说大吊车 比如说跑在路上的农业的一些机械 通通都把它纳入了我们的强制机车规范 所以邻近国家有些有纳入 有些是没有 那我们的相对 这是台湾的No.1在世界上 这个真的是纳入了很多的 在路上跑的一些机械 确实如果以机车来讲 使用的安全性 真的是比汽车更值得重视 我们的数量又这么多 真的要把它纳入强制显示一番很大的功夫 可是我看交通部的统计 常常会看到一个说 我们的机车有多少辆 比方说以目前来讲 可是1400万辆 可是底下又会讲一个说有效车辆 可能只有1160万辆 那这个中间的差距是什么 为什么有的是无效的或者怎样 为什么会实际的数字会有这么大的漏差 以我们目前机车来看的话 目前的投保率将近有85% 那这个部分最主要是我们机车 以现在来看它是没有定期检验 那没有检验 然后在我们的检验过程中也许你在检验 可以透过检验去要求说它一定要投保 那我们也知道现行有些消费者 它的机车也许它很少骑 或是说它已经没有再骑 但是它也不到监理单位去办理报废的程序 或是缴销的程序 所以会造成刚才卢主持人所提的 虽然我的领牌数有这么多 但是实际上使用的有效数量是没那么多的 那也相对性造成我现在投保率 还有15%是没有投保的 实物上的话 其实这将近20年都跟着我们政府单位 和我们餐检工会去全台湾各地 尤其偏乡去做政令宣导 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像我到了澎湖的汪安 旁边的那个岛 上面有很多机车 不要讲说它这个有没有投保强制险 大牌都没有挂 我讲实在的 那那个有算在1400万那里面 那有的它把大牌这个就没有了 有的可能算在里面 因为它还有零有牌照 只不过它没有在用 也没缴这个税 那我另外再讲个实例 像我亲弟弟 我们都很喜欢骑机车 他就改装了一台 进 哇 改得很漂亮 都摆在他办公室 没用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他要保强制险 他有时候记得保 有时候又不记得保 就会有像这样的情况 尤其不是像我们坐在这个摄影棚里面 或是大台北的都市地区 有的真的偏乡 我们有时候到台东 尤其乡下一点的 他摩托车有挂那个牌 很旧了 再问他其他的 资料都找不到了 真的是有这样的车 甚至有人放到那边没有用的 他还是有这个车级 那他就没有投保 都有 除了刚刚提到说 目前机车投保率85% 这85的母数是有效车辆 有效车辆 有效车辆 是有效车辆 的85% 是 那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是统成机车 对 那以我来讲我就搞不清楚 到底机车是指什么 比方说有时候在路上会遇到那种 悄悄的什么声音都没有的 突然间就从身边经过的 那个叫做什么机车 电瓶车 电瓶车 要不然就讲电动车 自行电动车 是 那那个算机车吗 目前是还没有纳保 这台湾的交通法规规定 那机车它有分这三种 一种就是这个大型重型机车 另外一种叫普通重型机车 另外一种再叫小型重型机车 小型轻型机车 就分这三种 那大型重型机车就250cc以上 那它还有分黄牌 红牌 那个红牌的话就是550cc以上 那普通重型机车就是 这个250 一直到50cc以上 那这个小型轻型 那个普通轻型还有小型轻型的 这个机车的话 它是有规范的 一般来讲 如果你电瓶车超过时速 这个25公里以上 这个40公斤以上不含电池 它就会纳入 我们强制险也有规范 如果像这样的 就会纳入到这个 应该要投保强制险 所以呢 它的规范有很多种 所以现在在市面上买的这个 一个叫做电动辅助自行车 另外一个叫做电动自行车 怎么分电动辅助自行车 有脚踏的 就是 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就是没有的 通常它这个不能超过 时速25公里以上 你说是它的机车的设计 设计它有一定的标准 不是我骑快骑慢 最高就是这样 是这个意思 那如果以这您刚刚讲的分类来讲 各个分类的投保率 有明显的差异吗 明显 以目前来看的话 投保率应该相差在5% 对 当然如果用电动自行车来看的话 目前是几乎没有投保的 所以现在目前的主管机关 也在请研议说 是不是要把这些纳入到 投保范围里面 那这如果真的要纳入 投保范围的话 可能也连交通部公路总局 也要去思考说 我要怎么让它变成合法的车辆 所以并不是以它 有没有挂牌来分是吗 以目前是用挂牌 电瓶车有挂牌吗 电瓶车没有 它只挂电动自行车这个牌 没有号码 是 好 那这几种机车 我用我的感觉去想它 一定是大型重型机车的 危险性比较高对吧 您是这个爱好者 你同意吗 其实很多 盖人 其实有很多是量化的形式 那要说看到都是大型重型机车 有一些人真的是 上新闻 是不守法 当然速度越快 它的风险性是越高 这是无庸置于的 那我还是要强调就是 骑车 不管是轻型重型或开车 速度不要超过速限 另外呢就是大型重型机车的这个朋友 要注意大家都在关心你 我也是爱好者 真的小心骑 那个小心骑快乐出游 不要这个超速 然后危险驾驶 这边特别要提醒大家 好 那听我们两位专家谈起来 我自己觉得好像骑机车 骑车的人本身很重要 可是骑车的人会影响 强制机车整保险的保费 我们休息一会儿 过来请教我们的专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张手卡给各位观众可以看一下 以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有一个单一费率的一个标准 那里面有看到一年起跟两年起的 那在这一个一年起的部分 那目前如果用小型机车来看的话 是424 如果用大型重型 也就是我们的重机 重机的话 那如果它一年起的话 是要到711 那这个可能给观众朋友做一个参考 那当然在我们的机车费率里面 我们目前是没有实施造势加减费 因为最主要这一个 刚才主持人也有特别提到 我们有1400万辆 如果每一笔都要做 每一年的一年一保都要做造势加减费 其实这一个 就这个立场来看的话 我们觉得有点老名 一个是老名 当然另外一个就是 它的效益 可能会低于我们办强势险的效益 理论上所有的保险的保费的高低 都反映它的危险状况 对不对 所以如果以您这样表来看的话 大型重型机车显然是危险性比较高吗 如果以这个 如果保费是反映危险状况的一个证据的话 可是感觉差距还好 所以电工事您觉得负担太轻了 并没有说差距的那个 它也没有说厂牌或什么 所以我们费率的制定 它很多原理原则 其实有些是要简单易懂性 对我们普遍的社会大众用的机车组的话 我想用这个比较简单的 你再把它加入了所谓的造势加减费 毕竟这个会发生车祸的话是比较少的 刚才我讲到总共有1400多万辆 那投保的话这个也将近一千辆 一千万辆 那每一个人都 要投保都要去查一次造势 那个社会成本就是很高了 那大家会分摊这个社会成本 那造势当然是一个 两位提到的概念说 因为太繁琐嘛 那另外一个比较简单 也是汽车保险一定会用的 就是年龄跟性别 这个就界定上就很简单 对不对 那强制车型也不考虑 车主的年龄跟性别吗 又为什么 以目前的机车是没有考虑到 纯粹就是真的是 以单一费率来看这样的情形 那当然汽车就会有年龄性别的因素 那刚才所提到 为什么不考虑 最主要也是因为这个 要查询动作这个成本 实在是太高了 而且是频繁性 这个普遍的频繁性太强了 那还有一点就是刚刚看一台400多块 那要它的差距不会差 那差个几十块 然后为了这个去查 我们可能查一次就要一定的费用了 不符合成本 而且那个保费又回到被保险的身上去 对不对 还有一个我觉得 这也是台湾的特色 就是车主的名字归车主的名字 但是期货开的人又是另外一回事 机车也是这样 因为我们常常会看到 有时候一家四口三口 全部都在那个机车上面 也许骑的那个人根本也不是车主 对不对 也许是太太是被载的那个 那骑的是先生 那我另外一个问题想要请教的就是说 像我们台湾这种很特殊的社会现象 这个三贴四贴 全部在一个机车上面 那如果以强制机车跟报名家 理赔的时候 算不算人数 就是说万一出险 这四个人都受伤 轻重伤什么都有的时候 强制性的数不数人头 说不行我们只赔一个 因为限额就是多少 还是统统会赔 如果是强制险的话 基本上台湾不能讲特技 这是真的常常有的 早上再四个是真的是 大家普遍可以看得到 那又再五个了 有时候要加一只狗 那狗没有保障 那我们这个常识汽车 保障保障这个人 那如果你发生单一事故了 那就是车上的乘客 乘客不管你几个人 是 通通都是有保障 这个真的是要感谢柯妈妈 我真的还是要特别提出来一下 你那意思是说 如果爸爸载着三个 太太跟两个小孩 自己自撞了 他自己本身没有保障 那三个都有 是这一种 是 驾驶人的部分是除外的 是 但是如果他是跟别人对撞了 是四个人都有 是 就是不分人数 对对对 没有限制的 没有限制 一次事故没有限制 对 那一年有没有限制 没有 这么好 最好不要发生 是 对 发生的话 通通都是有保障 没有限制的 是 当然这个设计非常重要 但是对保险公司来讲 这个成本压力 其实也蛮高的 我是不晓得说 还好 这种状况发生的几率高不高 应该还好 应该还好 一般都是 通常再四个五个的话 不会飙那么快 对 起不快是吧 是啊 对 重机都很少在人 对不对 重机倒是真的 大部分都不太在人 是不能 是设计上没办法 还是 不是 是一个人骑比较自由自在 油载人就没那么帅 对 跟超跑不一样 对 载人就没有那么帅 而且 一般跑得快的那种跑车的话 后面是不好做的 是 一定要修旅车才去载人 是 所以通常重机比较不会有 比较不会载人 两天三天四天的问题 是 反而真的是当交通工具使用的 因为你多坐一个人 可能风阻系 技术会变大 他会标不快 标不快 标不快 会 是 但是 刚刚两位都有提到说 如果是自己辆车的时候 其实驾驶人本身是没有保障的 可是以台湾的路况来讲 其实我们还蛮常看到这个机车主自己什么 其一期 垒残还是 对不对 或者痣状什么 其实那个还蛮多的 对不对 那恐怕比跟人家对撞的可能性还更大 是 比如说三更半夜自己就摔到地上都有可能 那这样子的时候 那个车主本身 应该说骑士本身没有保障 那他应该怎么样自保 以目前 刚才有特别提到 我们强制汽车责任保险都是保车上的乘客 以及车外人 驾驶是没有包含在里面的 所以现在目前有各家保险公司都有推一个 所谓的单一事故的驾驶人伤害险 那这个驾驶人伤害险就是针对自己骑车 然后自己摔倒的时候 然后没有碰到其他车辆的时候 他就启动这个驾驶人伤害险 然后这个驾驶人伤害险的赔偿范围 是跟强制险是一模一样的 那是保障驾驶人的部分 那乘客都没问题嘛 反正一定有保障 但您刚提到单一车辆的驾驶人的保障 那有没有那种说我出了强制险以外 我自己还要再加的 不管是是不是单一 因为您刚刚特别提到单一嘛 是 对不对 他在单一事故的时候会启动 有的保障公司他 有没有是不管有没有他都有启动 现在保障公司有的 他还是有开发一个所谓的 驾驶人跟乘客的伤害保险 跟伤害险是有点雷同 就是不管什么谁的责任就是事故发行 所以那个就不需要锁定是单一事故的事 是吗 那机车一样也可以买到很高的保障 可以 如果以机车 因为汽车当然它的保障额度 可能比较高一点 对不对 就我自己考虑 以目前因为我们的强制险 它现在是死亡上限是200万 如果加上医疗是220 那单一驾驶人的话 他现在有卖200 也有卖250万的 那如果以刚才主持人所提的 如果他是买乘客责任险的话 现在目前保险公司卖的 可能是卖在250万左右 对 单一保 那这个保费可能应该是五六十块 很便宜 很便宜 相对比较便宜 对 所以机车的所有的保险都比汽车便宜吗 究竟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保障 休息一会儿 我们再回来请教专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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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 就诚如刚刚丁召集园讲的 最好不要用到 我想这是买任何保险的最高境界 就是我该买的我都买了 我随时想要有保障的时候都有 可是我最好不要用到 那强制接程保险呢 虽然保障我们一千多万辆机车的安全 可是最好还是不要用到 那虽然最好不要用到 我还是要知道 那什么时候的时候 我可以用到什么样的保障 以目前强制接程保险 目前可以赔偿的范围 包括体伤 残废跟死亡 那当然现在残废 因为有顾虑到治癌的问题 所以现在都改成私人 所以变成医疗 私人跟死亡 那医疗的部分是 现在的上限是在20万 那私人的部分现在是分为15级 那最低是5万 最高是200万 那如果死亡的话最高也是200 所以万一在一个事故发生的时候 因为先受伤而造成死亡的话 那目前最高是可以赔偿到220万 是 以机车来讲 比较容易发生的 刚刚讲这三种状况 是哪一种是比较常见 那通常都是 当然是这个体伤 受伤的是比较多的 是 那其实很多那个走到死亡 比较少 尤其机车 一下就死掉的应该比较少 都有经过这样这样这样 您刚才提到 是吗 那就是A1事故 24小时是死掉的 那机车的话通常它风险当然是比较大 因为它是这个肉包姐 那当然所有的事故里面 当然是体伤的是比较多 因为从我们的这个政府的 这个交通部的统计的数据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死亡的数据是相对是比较少的 那发生体伤的它是比较多的 那这个是除了单一车辆的歧视之外 是不问对象的 我意思说路人 行人 别人车上的人 这些都在这个范围内的意思吗 是 都一样的 车外的第三人也是赔偿而渡 是跟目前坐在乘客上是一样的 但是我刚刚没有听到一个东西 因为你知道机车在路上骑 很常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擦撞人家的车子 不小心就撞上别人的车 撞到人家路边摆设的东西 这蛮常见的 但是我刚刚没有听到您提到说 如果撞坏了别人的车祸东西 强制车也会赔 对吧 对 目前的强制车辆保险 它是没有含财务损失 是 那也就是也因为当初立法的过程中 最主要是站在受害人的立场来看 那受害人因为球场无门 那变成造成家里的经济损失 是 那这些损失过程中 其实财务不是很急的 那所以在立法过程中 是把第三人的财务是把它排除在外 是 那我们早期的 其实强制车在台湾呢 1957年就有已经实施了 那其实在过去是有财务 那我们这次是 特别拿出来是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 我们立法的 意志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第一条是为了车祸的受害人 迅速获得基本的一个保障 只有车祸的受害人而已 然后并没有财务 还有其他没有 是 那另外一个就是很多民众 特别是开车的民众 会抱怨 说我们机车其实有时候不守规矩 不守交通规则 比方说闯红灯 或是在路上蛇行穿梭 对别人造成不变甚至伤害 那我不曉得说 以强制车责任保险来讲 比方说机车其实是闯红灯 或者很重大的违规 交通的违规 这些造势都可以得到理赔吗 或者说抢制车会有什么惩罚吗 我们目前如果就交通事故来看的话 交通事故会发生的责任 有民事责任 刑事责任跟行政责任 那以这个交通事故的 现行的状况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针对受害人的补偿 是以大众为主 那至于它的刑事责任的话 是目前是撇开不讲的 那当然强制车责任保险法的立法过程中 它是才无过失主义 所以在这一个部分下 还是以受害人的补偿为基准 是 那整个我们强制车的设定上 想法法第七条就是讲的就是 不论有无过失 这个加害人 这不论有无过失 所以不论有无过失的话 就算这个你到底有没有闯红灯 不管你谁对谁错 只要是车祸的受害人 通通可以受到保障 这是强制车立法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从受害人端是没有问题 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会不会对骑车的人 做出什么样的相对的 就让大家觉得公平一点的事情 简单讲就是这样 有吗 有有有有 没问题 那其实我们任何保险都有所谓的不保失项 是 那我们强制车当然也会有不保失项 那强保法第28条就是有两项的不保失项 当然保险不能保故意 当然也不可以保这个犯罪的 这是不行的 那29条就是要特别注意了 那天条 我想每一次都跟大家在分享 这个五大天条 是不可以犯的 就是你加害人 开车的这个人 你不可以犯 枪八法29条的五大天条 最重要 你不可能这个 这个酒驾 酒驾就不行了 对不对 那你还有这个 你无照驾驶啊 这个犯罪啊 这些都是不行 想想被这些酒驾的或犯罪的人撞到 是不是很无奈 是 受害人 一样可以获得保障 只不过呢 保险公司赔给受害人 要跟这个开车的这个加害人 代位求场 是 是 您刚刚提到无照驾驶 我就想到说 刚刚提到说 现在暑假到了嘛 好 所以有些年轻人 他可能会骑机车出门 那其中有一些可能连十八岁都不到 是 根本还不到考上年年 可能就 也没有经过爸爸妈的同意 钥匙拿着汽车出去了 如果造势的话 在强制险里面会有什么结果吗 目前强制险是 会先做赔偿的动作 保险公司 就是受害人本身是没有影响 对 会先做赔偿的动作 只是赔偿完以后 他会跟这个家人做求场 那当然刚才主持人也有提到 这个家人还未满十八岁 所以父母会有 找爸爸妈妈 所以爸爸妈妈要把钥匙管好 是啊 可是要管好不容易 暑假要特别特别 要提醒大家 暑假要特别特别注意 现在十八岁考驾照 而且现在的机车考照的 这个通过力跟我们以前不太一样 比较简单是比较难 比较有一定的水平 对比较有难 真的是比较有一定的水平 不能讲难 但是政府有补助 可以去教练场去 过去是没有的 这个要去宣导一下 政府现在有补助 你可以去教练场 可以去报名 他一样可以去教你 是 这有一定的这个 这个你一定要一定的水平 才能考过 千万不要说没有考过你就骑上路 我这边特别提醒大家 主委刚刚说太难了 就父母亲把钥匙管好 不让他小朋友 你有感而发吗 因为小孩子出门都是半夜出门 你也许已经在睡觉了 那我想年轻人没有驾照 骑车出门的应该不少吧 会吗 一般都发生在高中时期会比较多 你们以前有这样吗 还是有 只是以前没有管那么久 那你们现在宣导教教不可以 那你们以前也是这样是不是 对 所以我们很自责 所以现在我们希望多做宣导 没有以前的话 其实以前的交通环境没有那么好 像我读的学校就很远 那要骑假车去要二三十公里 只好骑摩车去 但是18岁生日当天 我就去考驾照了 对 我也要求我儿子就是 这个18岁就是要去考驾照 那重机也有啊 他20岁 要满20岁 是 也去考 这个基本的就是要符合这个相关的规定 这也提醒大家 不管你年纪多大 不管这个多年纪很年轻 就是要去考驾照才上路 对 不过话说回来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 同样的规定 在汽车都比较便宜 在汽车都比较贵 在汽车都比较便宜 在汽车都比较便宜 所以如果就造势责任来讲 我不晓得法院在考量的时候 或者和解在考量的时候 会不会考量说 现在造势的人是开车 还是骑机车 会考量这件事吗 那个金额标准会不同吗 原则上我们台湾的法令规定 它就是如果发生体伤或死亡 它就是从民法192条到194条 它的规定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后面 像上次有一个事故 就是一个孝子 为了帮妈妈载这个箱 一下撞了四个超跑 那法官他有可以 情节他有 可以去考量双方的财力 他可以去做他的一些判断 不会原则上基本上是先不会 是看你这个是骑摩托车和开车 那这个摩托车就是要多赔点 那个汽车就要少赔点 原则上是不会的 但是真的他先把这个责任算出来以后 后面才看双方的背景 再去考量 是 骑机车不只要小心照顾自己的安全 那更重要是我们要考虑到 万一我们伤害的是别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究竟可能对方 会要求多少的配奖金额呢 我们休息会 后来请教我们的专家 把我每个梦想认真去追 欢迎回来 通常我们在讲汽车的时候 比较会关心到说 如果我开车撞到别人或别人的车的时候 常常在机车我们会比较关注说 我自己跟我自己在的人有没有受伤 而机车一样是有可能自人于死的 那我想请教就是说如果以目前的水准来讲 这不能叫市场水平来讲 一般如果机车造势自人死亡或者是全产 通常和解金额或者法院判决金额 大概会是多少 以目前实务上的判决都落在300到500 跟汽车差不多 是 是差不多的 300到500距离还是很大 是比较偏500还是比较偏300 你强制险现在只有200万 所以如果用第三人责任保险的话 现在有的人是保200 也有保到300 所以如果各保险公司目前在推的 第三人责任险加强制险的话 一般都会主推在500左右 也就是强制200 200加300 基本上如果是谈责任法 还在回归到法的规范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 再回到民法 如果撞死人的话就是192 192的话我们就是 这个商账费用法定抚养 那194呢就是父母子女配偶 可以这个请求金城未辅金 那接下来要看他双方的责任 那双方责任的话大小 在民法217条过失相抵 那算起来所以会有可能低于300万 可能会超过300万 因为每一个人的背景不同 像我家有10个小孩 我叫八哥或者排行老八 万一发生不幸的时候 10个小孩来申请未辅金 那金额就会不早了 所以还是要看双方的背景 所以除了200加300以外 机车会不会像汽车一样 也投保超额责任保险 以目前投保 机车投保超额是比较少 是投保很少 还是保险公司卖的少 这不一样 应该是卖的比较少 都有啦 我觉得都有啦 像我认识 像我的几台都有保超额 因为我们有这种概念 邵杰你就顺便分享一下 是 你自己的重机是怎么保的 我自己的话就是200 这个400 就一个人单一事故 这个200 然后这个事故最多400 这个体脏和死亡的 那财务损失就是50万 然后外加 所谓的超额责任保险 最起码要在500 1000万 会比较相对的安全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骑摩托车 我是小台的摩托车 也是这样保的 因为我们碰到了以后 不见得摩托车说 别人也会有 因为有摩托车 其他摩托车 还有假拉车 我们现在那么多U-buy 在这个路上在跑 那很难讲 是 那您这样子 一辆机车一年要交多少保费 以你这个一套来看 大概一两千块 现在并不会 就够了 一两千块就可以 就足够了 那你可以多买几辆机车 没问题 没有保费 对 只有 只有两只手 只有机车才能 要有先的机车才能享受 这么好的保障 不是吗 是 一定要有机车才能享受 这个保障 像我没有机车我就不行 因为当我们都是呼吁消费者 为了这个保险 不要觉得说会用不到 是 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 花个一两千块 那如果我只保政府的 强制汽车证保险 只有几百块 那我不见得这么倒霉 所以我们一直在宣导 这个观念说 如果你有标的一屋 要投保的话 其实你应该 站在保障的立场 来看这件事情 是 好 那我们刚刚都有谈到说 机车的事故 还是以医疗费用是最多的 是 就造成别人的医疗提倡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去年 应该讲 去年没错 我们的理赔金额是72亿 如果光是就机车来讲 是 那这72亿大概是一个 什么样的结构 就是大概它的分布 分布还是以体伤的部分 也就医疗的部分 会占比较大 是 医疗部分至少占了七成 好 那医疗部分提供哪一些项目 我这里有一张表格 这个给观众朋友 当一个参考 目前强制选在医疗的理赔项目 最主要有四项 也就是包括急救费用 诊疗费用 接送费用跟看护费用 那这每一项 都还有一个理赔的上限 那这个最多就是加起来就是20万 那当然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 这70几亿里面 其实还包括是残费的 那这残费的部分 它可能相对性也会来得高一点 是 那里面有一些费用是健保会付的 健保我们会先扣除 所以那里是包括健保付的部分 是这意思吗 对 我们这边要跟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大家特别说明 我们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它是一个基本保障 基本上我们给付的是在 健保给付这个label 这个水平 那健保你去看的时候 健保这个自费的部分 你把这个单据来 我们保险公司 你的收据来 我们就可以赔给你 另外呢 这个健保付的部分 他到时候会跟保险公司来算账的 是 是这样 那如果像健保在付的 大家一般来讲去医院健保在付的 你要要求比健保更好的药 更好的医疗 那就不在我们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范畴里面了 那我们很强调它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保障 是 那刚刚讲到这个医疗费用最高上限是20万 是 那我们先不要管他说哪一项健保有没有 或者说有没有提供 你刚刚两位的意思是说 这20万里面是含健保吗 还是不含健保 含健保 含健保 但是会先以受害人可请求的项目为主 譬如说今天这个受害人 他已经实际上支付已经超过20 那他我就是先给受害人拿到20 那如果受害人只拿10万 但是实际上健保有帮他付5万的时候 那健保局到时候会跟我要5万 所以大家放心 20万都可以先给受害人用 就先给受害人用的 是 是 好 那可是有一个状况 因为我刚刚讲到那个理赔70几亿这样来看 其实很巧 我们机车跟汽车去年的理赔的金额是相当的 可是那个投保的车辆数差很多 对不对 刚刚讲汽车有800多安辆 机车1000多安辆 对不对 可是1000多安辆理赔金额跟800多安辆理赔金额 加起来差不多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其实这个很正常 会发生车祸的都是这些车 都是漏包铁会比较多 所以意思是说 其实机车是比较 就反应机车是比较危险的 是这个意思吗 风险性相对来的 是 那我觉得那我们讲了这么多 最终还是刚刚是提到说我要先有机车 才会有保险 可是反过来如果我有机车可是没有保险 这个问题也是非常严重 对不对 那您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手法率是85% 是 所以意思也是说有15%的机车 目前是没有保险的 是 那我们先讲一下说 这些机车其实是为什么可以 没有强制折能保险 依旧可以上路 为什么他们怎么做到 以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跟我们的执法是有关联度的 那当然在执法过程中也牵扯到警察的人力 因为毕竟警察他的人力跟这个所谓的 他去检验他有没有投保 可能是不是那么的对称的 那所以相对性也会造成消费者的心态说 反正又不会来检查 所以我就不投保 但是我们一直在宣导 如果不投保的话 其实他还是有相对的罚者存在 所以保险公司也一直在宣导消费者说 他一定要投保 那这里有一张牌卡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也就是如果他没有投保的话 是会接受罚款的 比如说以机车来想的话 他为投保是要罚1500到3000 那如果他因为没有投保而造势的话 是要罚6000到3万 而且还要掉扣车牌量 那目前的裁罚率是 以107年来看的话 目前裁罚率只在3%左右 是 那通常 汽车 机车 在什么状况之下 会被发现没有投保 因为造势就比较简单 对 造势当然就知道 你又不投保 如果没有造势的时候 在什么状况底下 可能会被发现 我们现在会被发现 会常常会发现 因为大家都知道骑摩车 不知道你的到期日 所以主管机关 常常是到期日 我们还在通知 再通知 所以他才 没有缴才再把它拿起 有很多这种情况 但是我已经被罚的时候才知道 刚刚我看那个 主委的那个手板 是一个 未投保罚款 就是我被知道的时候 我是没有投保的状况 那我在什么状况 会被发现我们的投保 警察吗 一个是警察 一个是警察 那之前也有做过 监理单位也有去捞取资料库 去查询 整个未投保 有进行开法 是 但是这个资料库的捞取 其实也太大了 对 所以变成是 通常是造势 通常是造势以后 才会去主动做这个捞取 有没有投保的动作 是 那我如果是机车骑士的时候 我是到期日前 没有投保 就算没投保 还是会给我一点点缓冲期 连车上你就是到期日前 你就是到期之前 你要去投保 对 那当然是 没有什么宽限一点点 相关法律有规定 如果保险公司 没有通知到的话 是会有一个月的 有一个月的 但目前保险公司 都已经通知三次以上了 三次所以一定都过了 对 而且现在通知方式 包括邮简 也包括短讯都有在做 很多 很多方式 拂天盖地的去通知 你们通知那么多次 会不会机车想说 还有一次 现在才通知一次而已 还有一次 一般这种断保的过程 都是有可能消费者 他已经断保了 是 然后又发生造势了 是 他才会记得说 他是忘了投保 通常都是这样 是 好 不要以为没有投保就没事 真的没有投保 还是有一天 会被找到 或者说我们真的会 自己尝到苦果 休息一会 我们来回来看一下 会怎么样呢 立刻回来 我们来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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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其坠 欢迎回来 虽然强制企业者保险 是政府用尽苦心 让产险业很努力 去开发出来的商品 大家都知道它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开车人放心 让用路人更放心 可是还是有些朋友 可能忘记了 可能没想到 或者可能觉得自己用不到等等 所以还是没有保险 可是我想在这个制度的设计过程当中 本来就想到 总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所以有很多关卡 我想挂牌是一个 然后换照是一个 还有一个检验是一个 这一卡一卡卡住 就让每一关的漏网之欲减少 我们想到102年开始 就不用换照 这个对投保率有影响吗 目前来看的话 对投保率绝对有影响 汽车是没有 因为汽车它毕竟还是要做检验的动作 那机车的部分确实有影响 所以才会刚才 一开始我们在讲的 现行的投保率值达到85% 是 那另外一个以机车来讲 它是5年内的新车 汽车是5年内的新车是不用验的 对 我说机车 有规定这个多少年限以内的 不用做什么排气检查或者有吗 有这个规定吗 其实它这个都有 比如说像大型重型汽车是四桶汽车 它也是要验的 摩托车也有 它还有环保都要验 它都是有规定的 是大家有没有去验而已 是 每年每年要验 所以如果照规定验 那个时候也可以知道有没有投保 是 是 是 如果有提醒它的话也是可以 那当然汽车投保又会有个 强制人保险证 是 那机车数量这么庞大 也有一张这样的保险证 在目前你还是有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证 不管是汽车或机车 那现在有没有更简单一点的方法 因为从现在开始我们是希望说 因为也是科技的进步 而且现在的年轻人 所谓用数位的工具会比较多 环保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透过 手机对不对 对 因为这可以是用手机的 所以现在是目前所有的业界都在推行 这个电子式的强制保险证 那其实这也是监理机关给我们消费者一个美意 也是希望透过这种电子式保险证 其实让客户可以随身携带方便 什么时候他都可以拿得到的 是 我想尤其机车 其实机车的朋友 跟比较年长的朋友不太一样 年长的朋友什么都是纸本的 是 乖乖举举的这个卡 这个卡 几乎所有东西都在手机里面 钱包什么都在里面 年轻人都是用这个 所以这个 所以机车推动的状况怎么样 就是改成这个电子式保险证的普及性 从去年就开始陆续在推行 那目前的推行状况也越来越好 那我们希望说从下半年度以后 可以更加的进步 是 可以看得出来机车族比较踊跃吗 是 相对性的 因为那个年龄层毕竟还是不太一样 对 好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当然我们是保护受害人这个想法 至始至终我们都是这样想 可是如果说 我真的就是那个15%没有投保的人 然后我也造势了 我的受害人也一样得到保险公司的 也一样得到保险理赔的 会吗 会得到吗 会 可是我就逍遥法外都没事 这样子好像很不合理嘛 对不对 所以对于这个没有依规定投保的人造势 在强制车险里面 有没有什么一套特别的处理方法 有 我们强制车险有强保法第44条规定 有一个叫做交通事故特别铺上基金 当你没有投保的时候 放心 由我们的交通事故特别铺上基金 来给付这个保险金 但是给付完的话 要依照这个家人的责任 我们要再去把他这个钱要回来 所以呢 还是对这个受害者有保障的 只不过你没有投保是不行的 我们要把这个钱呢 要向你这个要回来 是 好 那我们今天讨论很多跟计车有关的部分 那我们主要关心的 还是大量的这个使用计车的年轻朋友 那两位都有年轻的小孩 或者是家人 对不对 要不要趁这个机会 重规的提醒 我们这些骑计车的年轻朋友 不管自己的交通安全 或者自己的保险 应该注意什么 我们都知道年轻朋友 他可能以现行来看的话 打工组会比较多 也就是他在念书的时候 他就去打工 然后他成长过程中 也许到了就业 都是第一部车一定是机车 那我们也是呼吁所有的年轻朋友 当你有能力去买这辆机车的时候 或是说父母亲帮你买的话 我们希望你能保障 投保完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后再上路 这是我们最诚恳的一个 所以拜托 那我希望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让你的小孩去考驾照 那现在政府呢 不错 在双北中间的这个 很多的河滨地方 都有一些这个机车这个考照 百分之百 这个一模一样的 这个比例 你可以去那边练习 不要无照 这个上路 尤其暑假快到了 另外提醒大家就是 拜托 安全帽要买合法合规一点的 而且相对是鲜艳的颜色 尽量不要买那个消光 这个晚上就看不到你 我们常常碰到 你说不要买什么 消光了 就是它不会反光的 又黑的 那阿弥摸 人家看不到你 安全帽 就是要戴安全的 人家看得到你 安全比帅这种 是是是 那如果下雨天的 下雨天的话就是 乙买亮一点的颜色 鲜艳一点的颜色 是是不能说配色 就一定要是亮一点 让大家都看到 相对安全 不能低调 一定要让大家都看到 是是是 好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